大家好,我今天是來分享這個24章 然後它這個是講它那個分子動力學的模擬實驗 那這篇主要是講到這個CVD的鍍膜技術 它這就是化學的氣象成績這樣子 那它是可以用來產生那個存入比較高性能比較好的 物態材料的化學技術 那它這裡會有用到什麼基底啊 然後會有些潛區物 然後在上面進行反應 或是化學反應或是那個化學分解 那它這邊主要就是預測 在這個碳 它到那個鑽石基底上面的反應 它可能會有三種反應這樣子 那碳的創原石跟鑽石基底有三種反應 就是化學吸附 然後或是散色或是脫腹這樣 那它這個有點看不太懂這是什麼意思 下面有圖來講解一下 化學吸附的部分就是這個碳原子它下來 只要是碳原子它下來 就是碳粉質把它下來的時候它到那個這個基底 那它就會被吸在上面 那它就會被吸在上面 就是會形成它的那個化學反應的話 這就叫做我們說的第一個是那個化學吸附 那第二個就是散色的部分 那散色的話這個圖會表明顯看出來 它散色就是它直接這個碳原子 或是碳粉質它直接到碰到那個基底的時候 它就會被反彈出來這樣子 就反彈出來 這就是那個散色這樣子 或是像這種就是散色 散色跟反色還是有點差別 是像譬如說這個 它這樣下來然後直接這樣的話 就叫反色 然後它這個是會碰觸到那個 基底那個一下子會彈出來 這叫散色 然後第三個是脫腹 大陸好像叫脫腹 然後找又叫解析這樣子 不過反正就是disportion這樣子 然後脫腹的部分是 它會在這個碳分子大那個基底上面的時候 會存留一點時間 一點時間之後再跑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那個脫腹 比如說像這個圖 它可能是已經到了這個基底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再跑出來 或者是它跟那個基底 碰到這個基底之後 然後又跟這個基底做了一些化學反應 像這個化學反應 如果再跑出來的話 這都算是脫腹的那個範疇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會有三種的狀況 就是一個是那個物理 就是它只能碰到表面 然後第二種是化學反應 然後就是比如說它們化學界會改變這樣子 會跟這個基底結合 或者是第三種是一種 它們會有那個 融合啊或是整個分子分開這樣子 總共會有這種三種的那個物理或化學的反應 然後這邊是講到這三個就是 三種的反應就是這個 吸附、散色、脫腹的部分 然後在這裡會用那個 融合或是蒙蒂卡羅去 預測說這三個的機率 就是去訓練這樣子 那首先講一下這個實驗它會去看的一些參數的部分 首先就是這個黑色的點是那個 碳的雙原子就是分子的部分 然後這藍色的點部分是那個 它那個碳在那個鑽石機上面這樣子 然後這個箭頭是那個 它那個初始的像樣 然後這個 那個細打角是這個 碳分子 然後它去 有一個像樣朝向那個 那個 機底的部分 它這個 這個夾角是吸打角 然後 這個 發音角是那個 S軸上那個 它這個 呃 就是 這個 S軸跟這個 這個叫做那個 機底的那個夾角這樣子 然後 這個 B的 這個距離 是這個 碳分子 然後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鑽石機底 它這個的距離 這樣子 比如說 到這裡的話 或者下面會走到這裡的話 那這個 到這裡 這個 鑽石機底的距離 這樣子 所以會有 C檔角 Y角 還有 那個 距離B這樣子 這 這是三個 參數 就是 C檔角 Y角還有B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 它的那個 那個 平移的那個 速度 跟那個 旋轉的速度 是它的那個 參數 衛進去 然後去 用NN的 調整 然後最後 會預測出說 這個 剛剛的 化學 化學反應 還有 散射啊 波負的 三種的 機率的狀況 這樣 這個是 做什麼 產品的製程 這看起來是 你的化學 製程 其實 好像是很多製程都可以用到 比如 我看後來查 就是 蠻多半導筆 上面都會用到 這種製程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基礎 就是比較基本的 你沒有用到 某個產品 我後來去查這個 CVD 就是 蠻多 比如這半導筆 它去撥撥的合成 什麼之類都可以用到 這個 這種 化學氣象的層級 這樣子 然後它這裡的化學氣象 不只是 只要反正那個 這個 物質 它可以變成那個 蒸氣的話 都可以用 然後這裡是用那個 碳去 變成蒸氣 然後會 乘其蛋那個 看的 乘其蛋那個 鑽石灑的樣子 對 然後它就是去 這篇的那個 實驗就是去看 這三個的 全力能解剖的 測試 然後這是它的那個 NN模型 的那個參數部分 好 那接下來是那個 它那個 全力能雷卡 那它這裡 所以 是用了那個 蒸氣卡 那個 去來 預測這樣 然後 分值的部分 是它那個 總 就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呃 分值運動模型 它那個軌跡 然後 在X反應中的數量 這個 NX 那NT的話 是所有這個 分子 運動軌跡 它在 摩迪卡羅 運算之後的 那個數量 這樣子 然後去 就是全部的數量 分支 某個X 反應的數量 那這樣就是 算去算它 對 因為摩迪卡羅 它的X 那個 反應的 機率 這樣子 那 它說 它這裡 用了大概2000個 那個 會產生2000個 不同的那個 音符跟那個 TAGIC的配合 然後 用了70% 來當作那個 training 然後15% 是當作那個 驗證 然後最後這15% 是當作測試 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這個 分子 訓練 就是 其實原子這個東西 是在 會那個 那個有不同 角度 那個 角度的 所以 比如說 有像這種有XY軸 歷軸 那就可能會 各種的那種 三圍空間在那邊運動 所以它 這裡有那個 50個不同的那個 軌跡 然後 因為每個 他說這裡有 2000個不同的那個 拼鋪嘛 所以50個不同的軌跡 所以 所以 都有這種 都有這麼多的那個 不同的那個 軌跡 可以去 當作他的那個 那個 training data 就是 這個 data 然後這個是 他的那個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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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型 那這標簡單 就是 那首先就是 有一個 就五個 就是剛剛的那個 c.fi 還有 速度 這幾個參數位進去 就是 然後還有一個BIOS 然後 很簡單的就是 就是 用一個sigmoid 之後 然後 然後再 欸 在 在 這個 wait 跟files 然後再 songmax這樣 所以他比較簡單 是用 兩層的 就是 他這裡是 那個sigmoid 然後後面是songman layer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是他的那個songman layer的那個 防選的部分 這個 不過是不要 這有要講嗎 蛤 OK 教本人就知道 對對對 他主要是這個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模型是這個 然後 他後來 就是 訓練的 部分 就是 他那個 狀況是這樣的 在 0到 100次 次 次的時候 他的那個 Nth是 下降 這樣子 嗯 然後 就是他 各種 各種的 參數在不同的 那個 三種的 預測的狀況 有不同的 那個 結果 在不同的 那個 這個 次數 那 然後 他 他這裡有 代替 就是說 就是 假如有那個 很顯著的那個 地獄器 他的那個 狀況的話 有一些ARRO的話 他會去調整他的那個 權重 這樣子 然後 因為他這些ARRO 大部分都是 類似的 所以他就說 這 就是到了那個 一個 VOLO的密碼 這樣子 就代表說這個應該 可以吊他差不多 然後 這個就是 他的那個 那個 訓練結果跟那個 那個 NN訓練結果跟他那個 其他的那個 原始方法去看看 那個 結果是否差不多 這樣子 左邊 這個的話是那個 NN 然後下面是那個 奈迪卡羅的部分 然後再 三種那個 反應的那個 預測的結果 然後 就是他的那個 狀態 就是 又不是 很大 應該 應該是 差不多這樣吧 然後 比較 結果 不要從後面的結果 就是這個 距離會跟那個 不同的那個 反應有 差別 比如說那個 距離越大的話 他那個 在化學反應的時候 他會 機率會變小 所以代表說 不要接近 就是距離比較小的話 那個 他比較大的機率 會有那個 化學反應 那如果是 距離 那個B比較大 就是距離比較大 遠的話 是他的那個 那個 散射啊 或是 脫節啊 就機率會增高 他就可能就是 沒辦法進行化學反應 這樣子 就是 所以看這張圖 蠻清楚的 蠻清楚的 可以看到說 可能這 距離比較近的話 他就會 就會在這個階段 形成那個 化學反應 那如果距離比較長的話 可能這個原子 他就 沒有接觸 或是怎樣 他就直接彈跳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 時間差不多 就是講到這邊 對 他是比較 蒙地塔的 做法 他不能做法嗎 對對對 他應該是 95% 他們那是 沒有 他應該是 這個 看起來像 converse 一樣 就是 binominal 的那個 我沒有對啦 應該是 binominal的那個 機率吧 可以在講的是他的實驗嗎 最前面有提到一個 在前面 下一頁 下一頁 這個 他這裡是 蒙地塔 他這裡應該是 反正就是有一台機器 然後會吐出一些 原子之類的 whatever什麼東西吐出來 然後他會有軌跡 然後這些 他假設吐出 1000個pace好了 1000個pace的軌跡 那可能有 30個有反應 那30個就是nx 那1000個就是這裡的np 在 就是如果x反應 你說x反應是30個 就是他這裡是用魔力考量 去計算出那個 p sub x nc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他一定是 模擬大堆情境 然後看哪些有反應的 就是n sub x 就是分子一定是有反應的 分母一定是 錯誤的 錯誤的 對 那這裡是用蒙地塔的方式 估計出 這個p的這個值 那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output會有三個 然後那三個也是 估計出那三個值 然後只是 蒙地塔的估計這三個值 跟 任何估計出來那三個值 之間的 比較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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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去參考 各種現場 那他模擬那個軌跡是什麼模擬啊 太好說嗎 比如說 NN模擬還是 模擬卡的模擬 NN應該是做不到 模擬軌跡這件事 這 模擬卡好像在 分子動力學的方面 對 嗯 它就有一個generator 可以幫你升 它的配置出來 對 不過這應該 這就要去研究說 那個他們 比如說那個物體 他們去做 化學反應的時候 用機器模擬 我猜一個也是 類似BountyMotion 這些東西 去做 吐出來這樣 那 那這樣NN它的 train data會來自於哪邊 來自於 模擬卡的模擬出來的東西嗎 還是 什麼 就是 比如說我 模擬卡的 singlation的話 我可能有 一開始 然後還有中間 就是做這個 審計實驗 然後做文件 那我中間這個 CPU 用量很大 那我想省略這一部 我就直接把它 用NN來取代 這樣子 所以前面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 用NN來取代 所以中間可以 他剛剛講的是 他剛剛講的是 蒙地卡的模擬卡之類的比較 所以沒有誰取代 誰的問題 他就可能說之後 可能想用NN來取代這一塊 對 他 這片根本就主要無敵 他想用NN來取代 中間那一塊 嗯 那那NN它的訓練資料 從來 就是蒙地卡 所以我蒙地卡的模擬出來一個結果 所以我蒙地卡的模擬出來一個結果 然後在過程中 這個模擬 這個是我們的資料 而這個資料會當作 NNN它指的Input Data 對 Input 就是Leveling 也是 Leveling 也是蒙地卡的 我的預測值 嗯 對 就給你出來看看 我脫掉 就我 我以為啊 就是散射跟那個吸部的那些比例 那就是他的那個幾個 就能 就是這裡說的那個P嘛 對不對 就能 我以為 那些 散射的吸部 脫掉的那些的那個比例 就讓大家 然後讓他們去學 輸入是設定模擬的那些禪數 輸入是設定模擬的那些禪數 對 有之類的 你看散射角啊 撞擊禪數 還可以 OK 所以其實它不會吃到 蒙地卡的模擬的那個Path的軌跡 它不會吃到 因為以這裡來看 它這裡就是那些禪數 而這些禪數就是建構 那些 Wilevel原子之類的 Path的 方式的禪數 然後這裡就是做 參數跟 這個Ratio的Mapping 用他們來抓這個Mapping 這樣 這一張 其實我在想到 因為它這是教科書 所以它 它只有 用很簡單的 Wilevel來 點說一個應用的延伸 那實際上面在做 可能 最近這方面的研究 或許有人有 一個 借用一個更多分的模特兒 來跟傳統方法做比較 因為 我覺得 就大部分人 比如說做商業應用 都在很擁擠的區域 就是 比如說做電腦視覺啊 或是做NLP 做那個 或是TrackBot 這些等等的東西 那像這種東西 如果你 掌握了它 產業的 知識 跟 Domelage 跟這方面的 一些最新的進展 那 這個其實 它的進入障礙就很高 對啊 因為它 它有可能有一些問題 是 目前業界 它有痛點 比如說 對於一些化工廠 或是一些半導體 公司 像台積電 連電這種公司 它在製成這部分 它可能要 比如說 原本的 它的 好的這種方法 比如說 效率 等等 可能 利用NLP或是 加上其他技術 可以進一步的提升 那這個就是一個賣點 所以它結果怎麼樣 誰比較 好像是Turt 跟Money卡的一樣 差不多 它這個網路很小 所以可能不見得有比較 因為我 第一個想到的是 因為Money卡在柴戶上 其實用到非常多 就是會模擬一些 商品的價格 那其實它也會對應到 剛剛的對應的是P 那它其實可以對應到是Price 然後前面你也是有 因為你要模擬架口 會有一個Path 所以你也是有 像前面講的一些參數 那是不是原本用的一些 財務上的定價方式 其實 也可以套用剛剛這個 這個流程 轉換到財務上面做定價 我剛剛想到的這個 財務裡面的時候是股票之類的 一些財務商品 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做定價 那 演的應用商品都可以做定價 那它定價也是去 透過模擬大量的可能的情況 那我最終決定它的價格 算期望值嗎 那其實這裡中間就是做一層 蒙地卡羅的事情 那因為蒙地卡羅做的時候都要非常久 那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都會透過 一些variance reduction的方式去加快它的速度這樣子 那做這個加快速度 其實會快蠻多 但是你必須要有數學推檔 就是全部都要統計分布的推檔 你才有辦法做 variance reduction這件事情 當然就不需要 我只要有一個Model 我只要有一個資料參數 我就可以直接做每一片的動作 我剛剛想到的這個 嗯 那我有的idea是 因為我覺得它的架構是一模一樣 但是我在財務上沒有看到人家這樣做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架構 沒有人家這樣做 物語學上面其實是有 那我們是直接用game來做 那就變成說一樣 初始狀態 然後 Munitouse animation 然後最後面 你可能是 一張圖 或是3D的 訊號的分布 這樣子 所以它不是單純一個字 那你就是用game來做 那就是一樣的做法 就是 不一定去真的假的 然後最後面我們就用game 然後大量生存 這樣子 對 或者是說像 有一些什麼宇宙演化 也是這樣 因為那個CPU用太大了 所以我們不直接用game 不過看過這種動物 還蠻多的 OK 好 沒有問題 謝謝評判 謝謝 謝謝